這一組是變動星座 變動星座就是 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首先我覺得這四個星座的人 妳在撥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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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幫妳撥到我了 我就不小心看到了 好 那看到就忍不住要撥 好啦 變動星座的人 我覺得你們的工作 就是跟你們過去的那種形象有關係 譬如說以前你如果有得罪人 可能工作就因為這樣而少了 可是如果你 這個人緣很好 人緣會為妳迎來很多的工作 真的 所以你們可以 這個到處每個圈子都走一走 妳想要碰得 我覺得這裡最會得罪人的 就律師 沒有別人 這四個都 這四個好得很好 好得不得了 完全不得罪人 沒有人都得罪了 真的 可是她的臉會很容易 所以就讓人家誤會 是超級不得罪人的人 對 雙魚 然後變動星座有一個出路 就是你們還可以開始有一些 譬如說國外的機會 因為你們一馬心動 國外的機會 或者是如果可以兼職 我也贊成你們多兼一點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去試試水溫 以前沒碰過的領域都去試試看 還有第三個 你們可以把自己的興趣撿回來 也是你們工作上的實驗人 你們應該把觸角伸出去 真的 往外走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名次 好 來看一下 妳講這麼好 妳講名次 對啊 好緊張 再來就講名次了 還好最爛第一名已經給掉了 對啊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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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雯的雙子 好可憐 謝謝 好可憐 其實今年就有人排 我明年去大陸要講唱會 就是演講跟唱歌一起 好棒喔 在內地 對 所以我要很謝謝你們 就是 別這麼說 我覺得在演藝圈是一種重生 對我來講 對 我好想哭喔 沒有啦 別哭了 第一名 我懂錦雯的心情 好棒喔 因為我覺得雙子座 前兩年真的太慘了 真的 他們前兩年真的 就可能座什麼也都不順 對 蠻不順的 很容易被人家過不去 就是人家會跟你作對 阻攔你的路 對 所以現在可以有這個 找到一片天 然後有呼吸空氣 然後表現自己的機會 我覺得雙子應該會開始懂東西 而且我是在這一兩年 我才知道說原來 因為我十幾年前有去拍過 就是一部戲是演女主角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被霸凌 就是 演女主角好像被霸凌 因為我剛開始就是從歌手 然後轉去演戲 演女主角 然後那時候 因為可能他們會覺得說 你是歌手 然後來當演員 你會演戲嗎 然後就私底下就是 早上就是 化妝師在幫我化妝的時候 他就拿那個髮夾 戳我頭皮 然後就拉扯我頭髮 所以我那時候 內陣頭髮就掉一塊一塊 可是因為我並不知道 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當時我都沒有說 然後直到最近這一兩年 然後才有人說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說 你耍大牌 每天擺個臭臉什麼 我說 如果你每天這樣被欺負 你會心情好嗎 然後後來我才 這兩年我才知道說 像這樣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你就是要在當下 要說出來 如果你被霸凌 你就一定要 不然到最後會變成是 我的問題 就傳出去大家會覺得說 是我 我耍大牌 對 所以就是直到這幾年 我才霸凌的事情 我自己才比較釋懷 所以妳現在苦盡甘來了 得了第一名 而且年過世班要畢業了 對啊 對 台北要去說唱囉 對 對 女人花囉 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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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怡禎 怡禎是處女座 我給妳好的第三名 好的第三名是因為 我覺得妳會展現出 其他的才華跟才能 還有喔 因為我覺得處女座的潛能 會被激發出來 然後或者是處女座會發現 我好想試試看什麼 然後好奇怪 妳也跟某個星座很像 就是機會就來了 跟天蠍座很像 比如說 我好像殺了婆婆 對 機會就來了 這一天晚上 我自己在客廳看電視 應該已經開始在閘電視了 應該說 然後怡禎看到某一個案例 如果我是她 我就會怎麼做 我把她故事寫下來好了 然後就變作家 好酷 對 好 韋如 射手座 射手的朋友 射手 來 我要給她持平 穩定 理由 對 理由 我覺得持平都是因為 有好有壞 就持平 對啦 對 首先我覺得射手不缺 賺錢的機會 你們放心 對 那就好 OK 對 而且射手座是 只要有錢她就賺 所以是辛苦錢 然後也要付出一些勞力 然後付出很多的時間 但是絕對很敬業 可是壞在哪裡呢 哪裡 壞在就是你們的守護心 進入十二宮 守護心進入十二宮 就會有一些什麼 陳咬金出現 陳咬金 譬如說 你本來可以好好的賺這個錢 確實在那個緊要關頭 忽然病倒了 或者是有人搜 一定要把妳搜掉 或者就是暗中小人來 小人 所以這種時候 我覺得我會建議射手 如果妳想要職場的運 很好的話 妳其實多到 比如說 多是廟裡拜拜 或者是什麼銅錢 什麼紅包 或者是什麼 不要丟就對了 不是 不要丟 妳要多接近這種 暗中的能量 就是神佛的保佑 好的職場 最好的職場 都是拜拜 那會對妳有反應 我分享 好 逸宣是 逸宣 逸宣雙魚座 我要 你的朋友 雙魚座要轉型了 所以我給妳 妳怎麼可能 喜還是飛 對 轉型 可老師是要轉型 不是我要瘦的意思 我其實覺得 對雙魚座來說 妳不能 妳沒有所謂的舒適圈了 因為雙魚座如果 我會給第三名的都是 還在混 對 譬如說還在某一個舒適圈 混著混著 可以上大隻牢就好 可以上這個就好 然後妳會發現 第二明年的通告 我們不做大隻牢 不是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三是說 不能混了 好 然後要上井發條了 然後要到處找機會 或者是真的要很努力才行 就先減肥好了 減肥又怕大隻老沒有單元 對 對 沒關係換我胖回來 我還去 我啦 我在這邊擋著 先擋一下 擋著 你幫我擋一下 一旦 你幫我擋一下 一旦 你把你擋一下 好